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热门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台湾和日本则因为一场7.4级地震而发出了海啸警报 这是台湾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国际关系方面 中苦的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再次升温 这次升温 这次中国对菲律宾船只使用了水炮 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同时 今醒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了中美之间的学术联系 因COVID-19大流行而显著下降的问题 以及美国政府指出微软公司一系列可避免的错误 而导致中国黑客侵入其网络的事件 这些都是当前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重要话题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亚洲地区的一些事件 越南的银行业正面临来自政府的双重压力 此外 中国科技行业的工作人员 也面临着有余敬业禁止协议而无法轻易更换工作的困境 这些事件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全产生了影响 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提出了挑战 最后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特殊的国际政治动向 比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紧张关系中进行了通话 以及印尼总统当选人Proposy-Biano访问日本 这被视为努力在中日之间实现外交平衡的一部分 这些动向展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平衡和战略部署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我们一起关注这个多边世界中的每一个角落 探索背后的故事 台湾花联发生7.2级地震 至少4490余人伤 未来几日可能有7级余阵 台湾花联县发刷生地形 台湾花联县发生地震 今天3日上午7时58分左右 台湾花联对开海域发生7.2级地震 震源深度15.5公里 台湾消防部门表示 至上午11时30分 已确定地震造成最少4人死亡 根据中央社报道 初畔震度4级以上地区 花联 宜兰中出的伤势进行 90多连 宜兰 逐渺 中部 北部 加南 高平 日本向初省本岛 宫古岛 及八重山地方发出海啸警报 推测会出现3米高的浪 台湾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3至4日可能出现规模达7级的雨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湾 3日早上7时58分左右 台湾花联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阵源深度12公里 据国家预警西发布中心官方微博消息 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 发布海啸及警报红色 地震可能会在阵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 预计对我国台北东 屏东西 屏东东 台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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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北 华联和伊兰 洋岸局部区域造成灾害性影响 台湾东部外海基日上午7时58分许 发生规模7.2强杆地震 位于镇央的花联陆续传出严重灾情 根据台湾消防署统计 目减已造成全台私死57伤 其中两起死亡事件 分别是一名司机在大清水段亚遭落石砸死 泰鲁格德卡伦步道死伤最为残重 应当地为知名景点 上午游客人数多 目前已只有三人死亡 40余人受伤 现场输散百余人 华盛队邮报报道了 台湾东部海岸发生了7.4级地震 引发了台湾和日本的海啸警报 这场地震是台湾25年来最大的一次 其震改甚至传到了日本和中国的部分地区 台湾官官方随即为沿海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 并建议居民寻找附近的避难所 日本官员则警告 位于西南部的冲绳群岛居民撤离到高地 经期纽约时报报道了 台湾发生了一起强烈地震 这是25年来最强烈的一次 回顾历史 1999年9月 台湾中部发生了一次7.6级地震 造成近2500人死亡 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二致命的地震 而最致命的地震发生在1935年4月 强度为超过3200人死亡 令人敲出的双千200人死亡 另一次值得注意的地震发生在2016年2月 一次6.4级地震导致一栋17层的公寓楼倒塌 至少114人死亡 这些地震事件 这事件不仅展示了台湾面临的自人灾害挑战 也凸显了地震预警和建筑安全的重要性 FBC报道了一场7.5级地震袭击了台湾 引发了日本西南部沿海地区的海啸警报 这场地震在台北部分地区造成了停电 并且有报道称花莲附近 也就是镇中附近有建筑物倒塌 菲律宾丁政机构也对几个省份的沿海地区发出了警告 这场地震甚至在中国福建省的部分地区都有感觉 但台北市政府尚未收到任何损坏报告 在近期的国际关系中注的风势进行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予以升温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兵在南海的争端再次激化 中国对一艘前往二战时期登陆舰 比尔PCR 猫坠补给的菲律宾船只使用了水套 自1999年菲律宾将该登陆舰搁浅在一处有争议的礁石上以来 还一直作为菲律宾的前哨基地 经常受到中国船只的骚扰 目前的紧张局势被视为中国试图恐吓菲律宾 托使其放弃与美国的更紧密联系 菲律宾现任总统Ferdinand Bonbon Marcos 这导致中国试图削弱Marcos维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学术领域 由于COVID-19大流行 中美之间的学术联系显著下降 中国学生赴美以及美国学生赴中的人数都有所减少 近期的一项研究强调了中国对学术届施加的意识形态控制 这些优求超出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限制 中国学者对其国家的学术孤立 以及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和阴谋论表示担忧 CNN报道 美国政府的一项审查指出 微软公司由于一系列可避免的错误 导致中国黑客侵入其网络 获取了美国高级官员的电子邮件账户 这份报告得出结论 这次黑客攻击是可以预防的 并且微软的安全文化不足 需要彻底改革 黑客还在美国商务部长Jiner Weimondo 访问中国前夕 迁入了他的电子邮件账户 微软将审查该委员会的建议 另一方面 纽约时报揭露了加拿大一名议员Hong Dong的证词 他称中国高中生被巴士运送来投票支持他 这现在成为了加拿大联邦调查 外国干预选举的一部分 包括中国的干预 张是加拿大总理Juston Trezo自由党的前成员 他表示在2019年选举当天 他曾会兼并寻求这些学生的支持 但不知道是谁安排或支付了巴士 加拿大情报报告在听证会上披露 一位已知的中国领事馆代理人为 学生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 便让他们投票告还指出 中国领事馆通过对学生签证 和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施加隐蔽威胁 强迫学生支持 当中国大使馆一直否认甘于加拿大政治 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模式 从地缘政治紧张到学术领域的影响 再到对外国政治过程的干预 展现了中国在多个领域内努力扩大其影响力的策略 在越南越南业政府的双市进行 在越南银行业正面来自政府的双重压力 日近亚洲报道 随着当局对金融诈骗的打击日益严厉 越南的银行不仅被要求增加贷款额度 同时也要对贷款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这一挑战源于全球对越南出口商品需求的减少 进而拖慢了该国的经济增长 越南总理批评银行没有将较低的利率传递给借款人 呼吁增加透明度并将低借贷成本 然而银行也因面对不景气的房地产行业 和广泛的工厂裁员而变得谨慎 在中国科技行业的工作人员面临着 由于禁业禁止协议而无法轻易更换工作的困境 二康格有以代理人竞争或必能中多的方式进行 日近亚洲的报道指出 包括拼多多腾讯 字节跳动百度和宁德时代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 正在将禁业禁止协议推向极端 以保留人才和保护商业秘密 这些协议在中国越来越普遍 员工若违反协议 不仅可能面临法律诉讼 巨额经济处罚 甚至可能遭遇长达两年的失业期 公司甚至采取监视 秘密拍摄和跟踪等手段 来收集请员工的证据 这些证据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 往往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今夜禁止纠纷中 中国法院倾向于支持公司 即使公司未能提供员工据称持有的 具体商业秘密或离职后 公司遭受的损失证据 这些报道共同揭示了亚洲地区在经济 自然灾害和劳动法律方面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越南银行的贷款压力 行的贷款压力 台湾和日本的地震 海啸警报 到中国科技行业 员工的禁业禁止困境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住当地的经济发展 和人民的生活安全 也对全球方面内的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提出了挑战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尼克吉亚亚报道了印尼总统当选人 Prabou 访问日本的消息 此行是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进行的 Prabou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在区域及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此次访问被视为Prabou努力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实现外交平衡的一部分 更新2011年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自信心面前一年前 印尼与日本之间的防御合作被视为重要的平衡力量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自然灾害 国际政治还是科技进步 世界各地都在经历着快速而复杂的变化 台湾的地震 印尼与日本的外交努力 以及电动汽车市场的波动 都是这个多变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变得尤为重要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总是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最近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件引人关注的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紧张关系中进行了通话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 双方首次对话 既在重置沟通渠道 寻找共同点 设计军事合作 Handok-Hinduluk-Taiwan问题 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虽然这次通话没有产生具体的政策成果 但被描述为对去年11月 两位领导人达成协议的 两位领导人达成协议的一次检查 这是在美中官员之间 一系列高层会晤之后进行的 显示出两个努力管理关系 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意图 同时 一份由拜登政府任命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严厉的报告 批评了微软对于中国黑客攻击的应对不利 和安全文化的不足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这份报告指出 微软在防范中国网络操作者 入侵美国高级官员电子邮件账户时 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 并建议微软在进行实质性安全改进之前 暂停起云计算环境的新增功能 微软表示 他们感谢委员会的调查 并将继续加强所有系统以抵御攻击 这些事件凸显了国际间在政治 安全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复杂互动 从美中领导人的通话 到对全球科技巨头的安全文化的批评 再到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 已经执行我们 无论是基建提醒我们 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 世界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应对挑战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全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edStar Brief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